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1號 4月1號是愚人節啊 這個愚人節有很多新聞 那麼今天早晨4月1號 中共中央的官媒叫求是雜誌 他就發表了一篇習近平寫的一篇文章 說是習近平認為社會主義最終一定是戰勝資本主義 習近平在這個文章裡面說兩種社會制度 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 會長期的這個存在著合作和鬥爭的結果 而且要認識到相當一段長的時間內 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文化技術軍事方面是領先的 但是要跟他做鬥爭 這個鬥爭的結果也就是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 這是習近平的這個文章也就是求是雜誌 今天發表這個文章來給所有堅持 所謂社會主義道路走共產主義專制道路的人打氣 認為他們的一定勝利 我不知道這個是算不算愚人節新聞 也不知道求是雜誌在4月1號選擇發表這個文章 他的目的是不是高級紅或者是低級黑 因為愚人節的新聞在中國是出現很多的 在中國一直有一個流傳的很廣的新聞 就是說西點軍校就美國西點軍校的學員 學習雷鋒 他們在學校裡面高尚學習雷鋒好榜樣 那麼這個新聞我相信 在社會上很多人都聽過說是美國西點軍校學員都學習雷鋒呢 其實這是1981年愚人節美國一個媒體上造出來的愚人節新聞 只是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新華社記者 他叫李竹潤 他當時很年輕 他那時候呢 他並不懂什麼叫做愚人節 但是他懂英語 所以他在外媒和國外的媒體上看到這則新聞以後 他很興奮 他覺得 哎呀西點軍校的學員都學習雷鋒 說明咱雷鋒的精神已經穿遍四海啊 美國人都學習雷鋒啊 他很高興以後就不加思索的就把他 這個西點軍校學員 學習雷鋒好榜樣的這件事 把他寫進了他的新聞稿 這一下子就流傳開來了 若干年之後 這位已經退休的新華社的高級記者李卓任 他在自己的這個微博上面發表帖子 也就是他發這個帖子的時候 是2015年的1月份 他就告訴大家 坊間流傳多年的 西點軍校學雷鋒的這件事 是子虛無有的 完全是一個愚人節的新聞 是他自己不懂愚人節 不懂什麼叫假新聞 所以他把愚人節這個新聞當作正新聞 他做了一個 他向國內做了一個傳播 由於他做了這個二傳手之後 全國受到他誤導的讀者非常多 所以呢他在2015年1月份 他在他的微博上面 專門發帖道歉 向所有被誤導的讀者道歉 那麼這件事情大家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西方國家呢 經常呢在愚人節呢 發佈一些諷刺中共的新聞 中共呢就根本不知道這是諷刺他 而把他當作真的新聞在民間傳播 當然了中國的老百姓就是喜歡打雞血啊 你告訴他 美國西建軍校的學員都學習雷鋒的話 他們就更加興奮了 所以說中共呢 他是把一切 把它作為政治鬥爭的需要 未必中共的高層裡面和中共的外交部門 真的沒有人懂什麼叫愚人節 真的沒有人能夠識別這是假新聞 但是政治需要 中共只要政治需要管他是真的假的 假的利來就可以拿出來做真的去忽悠百姓的嘛 習近平訪歐剛剛結束 回國呢大家也看到在整個訪歐過程中身體很差 走路是步履盤山 能夠顯示他身體有很多不健康的狀況 按道理回國應該趕緊休息幾天啊 習近平不能休息 因為出訪這幾天國內鬥爭激烈 習近平回國就立即要把這個黨內鬥爭要把它再搞起來 他要把這個黨內鬥爭要把它推到高潮 所以說他馬上回來的第二天 就召開了大小各種會議 尤其是在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 召開閉門會議 習近平在這個閉門會議上宣布了這個無不准 什麼叫無不准 第一是不准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第二個是不准妄議中央 第三個是不准審害黨和國家形象 第四個是不准搞團團夯夯拉幫結派 第五個是不准當兩名派 這是習近平回國以後在國家機關裡面 開始搞的這個機關內的黨小組學習 要求什麼要求全國人民學習習近平語錄 大家只可以學習習近平 因為這個學習習近平語錄已經在網絡上我們看到有照片啊 跟當年這個什麼雷鋒學毛主席語錄一樣 那個兩個官員捧著習近平的語錄在學 而且一定要兩個人在一起學 因為一個人學的人家不知道 兩個人學可以互相印證 你看我們一起學習習總的語錄了 這個習總語錄叫什麼呢 叫做世界需要中國 中國需要習近平 那我就不知道習近平需要什麼 習近平需要彭麗媛吧 還是習近平需要到全球去撒逼呀 還是習近平需要他自己所謂一言九鼎去定於一針啊 習近平都要習近平既要彭麗媛也要到全世界去撒逼 也要定於一針一言九鼎 問題是你那個一言九鼎九鼎了沒有呢 有沒有把你這個當作九鼎了 所以習近平知道他的政令是未必能處中南海的 所以他首先在中南海國家機關和中央機關裡面搞他這個不准 什麼叫不准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啊 可以講習近平現在搞的這個路線方針政策 如果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那他是否就是違背了當年鄧小平所制定的那個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 在八十年代鄧小平搞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是要改革開放就是要黨政分開 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嘛 現在習近平搞的這個方針是不是違背鄧小平當年這個黨的路線政治方針政策啊 而鄧小平搞的那個黨的路線政治方針政策是不是又違背毛澤東當年的這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啊 共產黨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他們的政策天天變 你怎麼去保證你自己不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呢 第二個叫不要妄議中央什麼叫不准妄議中央 你中央既然決定你開黨的是民主生活會所有黨員在一起交心 什麼叫民主生活會民主生活會就是讓大家自己發表自己的感想嘛 發表自己對黨的建議嘛 而你任何建議都叫妄議中央那誰還敢呢 誰就不敢談什麼民主生活會所以說 你這個妄議中央和你自己在召開民主生活會黨來談妄議中央 你本身就是像矛盾體 第三個叫不准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 他這個話沒有說權 實際上是不准損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形象 黨和國家的形象還需要損害啊 再說共產黨領導人誰在乎黨和國家什麼形象啊 中國在世界上是什麼形象 共產黨在世界上是什麼形象 他們不知道啊 他們根本不在乎 黨和國家的什麼形象受不受損 他們在意是領導人的形象 習近平的形象 習近平不能讓人家把他當作包子 習近平不能讓他們談他叫小熊維尼 他不能讓別人把他當成一個醜陋愚蠢的形象 所以說這一條實際上是不准損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形象 你死根要求黨內不能搞團團夥夥不能拉幫結派 習近平自己不是拉幫結派嗎 自他進入中共以後 他把他當年的浙江的福建的上海的那批隊伍 叫做支江姓軍全部拉入中共最高層領導 在他整個這個領導集體裡面都是他的幕僚 他自己搞團團夥夥 他不允許別人搞 所以中共的政策永遠就是什麼 他是放大鏡和顯微鏡 他是造別人的 他是手電筒 他絕對不看自己 最後一個不准叫不准當兩面派 共產黨哪一個人不是兩面派啊 哪一個不是兩面人啊 表面對黨表忠心 表面要跟著黨幹個命 背後把兒子女兒送美國 懷裡面拆的綠卡海外養的紅顏 這不都是共產黨大小官員的做法嗎 他們哪一個不是兩面派啊 所以說習近平搞的這個民主生活會 他實際上是鼓勵所有黨員幹部在一起 互相揭發互相告密 搞什麼所謂向黨交心 上就是互相挖坑 因為中共他把這個告密呢 是當作他們共產黨的一個文化的一部分 中共統治這麼七十年來 他始終把告密者不把他當作可恥 而是把他當作一個向黨交心的一個典型來樹立的 所以說那些告密者是可以到共產黨那領到狗糧的 因此對那些被告密者 一旦被告密了 他們肯定是可以打擊的 而告密者他們是賞賜的 我們在網絡上看到 重慶師範大學 最近 以在課堂上發表損害國家生育言論為理由 撤銷了他們這個學校的副教授叫唐雲 教師資格 校方他沒有說明唐雲發表了什麼言論 但是根據唐雲在朋友圈裡面所說 他批評了中共的這個總書記習近平的名言 叫做撲起袖子加油幹的這句話 他指習近平作為一個黨的總書記 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能說出這樣的句子是十分的粗鄙 是對漢語優雅性的一個嚴重的破壞 所以唐老師他這個話他本來是解破 習近平講的這句話叫撲起袖子加油幹的這句話 結果被他的學生呢舉報到學校 那麼學校對這個舉報者的行為就給予了表彰 同時學校為了響應這個舉報者 他的舉報內容 所以就對這個學校的副教授唐雲 給予撤除教師之教的資格 這就是重慶師範大學 執行習近平的這個告密者文化 在學校裡面推廣學生告密 所採取的一個具體的行動 重慶這個地方 這個師範大學 作為薄熙來執政時期 曾經搞過什麼唱紅打黑 這樣一個盛行基礎 文化的城市 出現這樣的學校領導 我呢是不感到什麼奇怪的 因為像重慶這樣的地區 重慶很多高校 他們都受這個文革思維影響很重 很多人就熱衷於去告密 通過告密獲得一些狗糧以後 然後政府把它當作優秀的典型去樹立 因為共產主義這個告密文化 是共產主義這個基因裡面帶來的 共產黨也好 其他歐洲的其他的共產主義國家也好 他們都很盛行告密文化 因為共產黨只有靠告密靠人鬥人人整人 共產黨才能維持他們這個政權 冷戰時期東德在蘇聯的國家安全部就刻刻薄的 資助下東德是曾經建立過他們國家的國家安全部 名字叫史塔西 這個史塔西 他在現代德語中有一個臭名昭著的縮寫 叫RIM 這個RIM就專門指史塔西的這個非官方告密者 這個東德在垮台之後 到1995年的時候 東德光是身份能夠得到認證的RIM 就是非官方告密者 就已經達到了17萬人 他佔東德18歲到40歲總人口的2.5% 其中不滿18歲的這個RIM 就是非官方告密者 都達到了將近1萬人 不滿18歲啊 就有1萬人去告密啊 就說明這個國家是一個什麼文化啊 根據東德共產主義垮台之後 解密的檔案裡面所暴露 在當時的東德可以講叫丈夫高妻子的密 兒子高父親的密 這種告密者在整個東德社會是比比皆是的 整個東德在40年間 一共有200多萬人作為告密者 為這個史塔西工作過 這都是東德解密的檔案啊 所以對於共產主義 這樣一個致力於監控本國國民的這個 龐然大物的時候 連前德國納粹的軍官都不得不感慨 東德的秘密警察 比前蓋世太保邪惡多了 在納粹期間 法西斯秘密監察組織蓋世太保 他的人數只有幾萬人啊 負責要監視8000多萬德國人啊 而蘇聯科科博 他一共有48萬多個職工 但是他監視的人只有2.8億人 而相比之下 東德斯塔西地的數據是極為恐怖的 最鼎盛時期 平均每6.5個東德公民 就有一個人是告密者 所以也就是看 大家在一起只要有6個人裡面 一定是有一個告密者了 這就是整個東德的一個文化 而東德的文化你覺得這是東德產生嗎 大家都知道德國人的品質很優秀啊 德國這個民族很優秀啊 為什麼這麼優秀的民族裡面 會有那麼多告密者 會有那麼多不齒的人類呢 這都是制度造成 這和人種沒關係 這和文化沒關係 德國的民族 熱爾曼民族優秀得很 德國的文化也優秀得很 為什麼在這麼優秀的民族 那麼優秀融化 有那麼多骯髒的告密者呢 那是制度的問題 那是共產主義制度的邪惡 所以說今天中國的這些告密者 不是中國文化所知 是中國制度所知 是中共這個邪惡的制度 所導致的 我們稍微回顧一下共產黨的歷史 你就可以看出 共產黨它崇尚告密 不斷地要求年輕人要求知識分子 互相挖坑 互相揭發 和互相充當告密 今天重慶師範大學的這個學生 去舉報他們的老師 唐雲這個教授 就是什麼 就是共產黨一直以來的 他們所鼓勵告密 鼓勵滲透 鼓勵舉報 和他們自己所鼓勵 人與人之間鬥爭的一個結果 大家都知道中共自建政以後在1957年搞了這個反右運動 那麼到了80年代初胡耀邦主持中共工作的時候 曾經對右派進行大規模的平反 很多被平反的右派都認為中共應該認真總結 它為什麼把那麼多知識分子打成右派 應該對當年的這個右派有一個認真的檢討認真的思考 以避免共產黨以後重犯 所以說很多右派人物在1987年這個反右運動30周年到來之際 他們在86年就很多知識分子在一起聯合 他們聯合什麼聯合是發動一些右派人員呢 能夠給中共寫信要求中共來證實 曾經的武器反右 在武器反右30周年到來之際 去認真肅清反右的這個流毒 所以說在當時這個思潮下 1986年曾經的這個右派分子 叫許良英 方麗芝和劉冰燕 這都是知名的這個右派人物 也是知名的知識分子 他們三個人呢給全國大概有三四十個 比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呢 寫了一些私人信件 這個信裡面都說呢 他們建議中央召開反右運動30周年的座談會 並且在這個座談會上面 希望向中共提出能夠肅清右派的流途 同時能夠認真地幫助黨 去認清他自己在當年打擊右派時候 所犯下來的政治性的錯誤 以避免中共整肅知識分子 整肅右派的這種行為在犯 他們給這幾十個有名望的右派的這些知識分子寫信 是目的是聯合大家一起跟共產黨去交心 跟共產黨去談 怎麼去撥亂反正 其實這個出發點完全是好的 那麼他們聯合這些右派呢 當然都是右派裡面一些知名人物 這些知名人物 是可以講對共產黨來講是有影響力的 那麼這些信呢 傳到這三四十個人手上呢 當時其中有一個 時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 叫錢偉常的 他也收到這個信 錢偉常收到這個信 錢偉常幹什麼 錢偉常收到這個信 我一看機會來了 他不是立即去回復方立志 劉冰宴和許良英的信 也沒有跟這些知識分子裡面做一些串聯 而是他感覺到這是告密的機會 他馬上把這封信交給了鄧小平 他轉交了這封信以後 他還給鄧小平寫上了他的副言 他告訴鄧小平就說 方立志是一個政治野心家 而且方立志有可能成為中國的瓦文煞 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得到全部解決但是呢我和他們是不同的 錢偉常這封信是完全就出賣了方立志許良英和劉冰 那麼鄧小平拿到這封信以後大驚失色 鄧小平認為這是右派開始反擊了 這是曾經被我黨鎮壓過的一小部分的這些知識分子裡面 開始向我黨叫板了 鄧小平在聯想到整個八六學潮發生 因為八六學潮是方立志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推出的 所以說鄧小平認為這是向黨進攻 因此鄧小平他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錫莉和李鵬 跟他們幾個人說 在整個八六這個學潮鬧事中 民主黨派的表現這個裡面有幾個人是不錯 比方說周古城、費小通、錢偉堂幾個著名的知名人士 他們的態度是旗幟鮮明的 不好的倒是很多共產黨員 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 反對共產黨的 這次就是要很好處理 要絕對不能讓八六學潮這個風浪這個風波繼續延續 那麼鄧小平的時候意識到 如果八六風波不壓下去 後面還會出現啊 果真八九以後出現了比八六大得多的這個風波 所以說鄧小平當時很惱火 要求中共的這些高級領導人 要對方立志、劉兵燕、王立志 處理要堅決 要把這些人清除主黨 因為他認為這些人沒有資格當共產黨員 這些人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來反對共產黨 因為當時王立志、劉兵燕和方立志 他們本人還都是共產黨員 雖然他們也是知名的民主人士 知名的教授 但是他們是在體制內的 所以鄧小平要求堅決把他們清除主黨 鄧小平認為學生鬧事從問題的性質上來講 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 他認為這個重大事件是胡耀邦反對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不利 胡耀邦沒有控制這個被他稱為叫精神污染的事件 所以鄧小平在中央是算了胡耀邦的賬 同時對知識分子算了劉兵燕、王榮和方立志的賬 但是他嘉講了前衛堂 他認為前衛堂這次告密是非常有功 他告訴當時中共的政治局 前衛堂這個人要忠用 所以前衛堂在1987年4月份 前衛堂就在全國政協的第五屆會議上面 被爭取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衛堂就從當年的一個右派分子 上海工業大學的一個校長 一下成為國家領導人 變成了副國籍 所以前衛堂告密有功 前衛堂是個什麼人 前衛堂是一個受共產黨多年迫害的人 前衛堂早年是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他是做噴射推進研究所擔任工程師 他是美國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大師 馮·卡門的一個得力助手 這個人1946年就回國 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 燕京大學都擔任過教授 中共建政以後 前衛堂擔任過清華大學的副校長 與前先生 前三強 三個人一起被毛澤東稱為三前 而這個三千之一的前衛堂 58年時候 他被他所在的學校清華大學 正式宣布為右派 並定為極右 是屬於很嚴重的等級 然後這個前衛堂就一直受到共產黨的清洗 在接受共產黨的各種勞改勞動裡面 他自己本人作為右派 他自己除了被強制勞改 他的兒女是被禁止上大學啊 參軍啊入黨啊 反正一切好事跟他的兒女都沒有關係的 他作為共產黨控制打擊的敵人 是被共產黨長期的關押和羞辱的 一直到1979年 胡耀邦的直接關照下 前衛堂才獲得了全面平反 當然了他認為自己的平反 這個光當教授還不夠 在政治上還沒有搞到一官半職 這也是他給鄧小平寫信 就說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 但是和劉冰燕他們不一樣 就說他沒有感激過胡耀邦幫他平反 他只認為給他平反當個教授還不夠 他沒混到個一官半職 所以他靠出賣 最終是把鄧小平上次混到了個副國籍 全國政協副主席 因此中共的這個歷史 它就是一個鬥爭的歷史 在整個鬥爭歷史上中共就是不斷地去打擊那些政治的人 不斷去慫容這些告密的小人 告密的惡人 然後提拔這些告密的惡人以後 把整個社會風氣帶壞 中共的黨風今天如此惡劣 就是中共從建政以來 它不斷地塑造的黨內的鬥爭和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告密 互相出賣所導致的 共產黨的官員就這樣啊 共產黨的這個鬥爭在他們的內部告訴你 你根本想像不到他們如此的龐龜 這就是中共一貫鬥爭的方式 中共延續那麼多年的鬥爭習慣 他們對告密文化的鼓勵 他們對學生揭發老師 夫妻互相揭發 邻里之間互相叮燒 他們是給予各種正面的鼓勵的 但是習近平的時代和毛澤東的時代不一樣 毛澤東那個時代 毛澤東怎麼整出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都不敢反對的 知識分子裡面只有一批民國留下來的有氣節的選擇自殺 大部分知識分子就墮落成像郭沫若這種為毛澤東歌功頌德 或者就像錢偉堂這種出賣良心出賣良知成為可恥的告密者 但是今天習近平領導下的知識分子 很少會出現一個郭沫若是這樣的人物 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雖然沒有講全部站出來反抗 但是他們至少對習近平表達我們不接受 我們不會像郭沫若那樣反過來去吹捧你 所以習近平現在只能去找什麼花前方啦周小平啦 找胡錫進找孔慶東歌司馬蘭這樣的人來吹捧他自己了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被高校解除職務的那些因言禍對的知識分子們 他們都是保持自己獨立人格的 所以習近平他儘管他想恢復到毛澤東時代 但是共產黨的邪惡他再怎麼樣去延伸 人民不是那時候的人民習近平想把中國 把它恢復到毛澤東那個文革年代 這只是習近平的一廂情願 習近平他要做千年明君 他要做毛澤東第二 他想打造中國的文革 在今天他儘管他在社會上不斷去推崇很多文革的模式 但是能不能發生文革真正那種本質的內容 習近平他是有風險的 因為很可能老百姓全部上街 不是去造反保衛革命 很可能老百姓直接上街 是勇敢的抗擊這個政府要求共產黨下台 這種群眾鬥爭走上街頭和文革時候 幾十萬幾百萬人湧到北京站在街頭接受毛澤東的檢閱 可能完全是兩個效果 現在如果幾十萬幾百萬人湧向北京 他們一定不是去為了接受你習近平的檢驗 而是把你習近平送到景山公園那棵老外脖子樹上去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講到這裡謝謝大家